好给同学 那么回顾完了余数兴致的前三条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余数兴致当中接下来的几条 那么接下来的第四条啊 就是大老师刚才说的 咱们刚才说啊 余数当中是可以进行加法减法乘法的运算 当然处法要慎重 但是呢我们刚才的余数兴致当中啊 重点向就回顾的是余数的加法运算和余数的乘法运算 那么当然减法也是可以做的 只不过在余数的减法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导致了 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说一下 那就是一旦这个余数是一样的做了减法 那两个一样的数做减法 相当于最后变成了就是余龄这种特殊的情况 也就相当于是整除了 所以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余数当中的第四个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同余 那么在同余里面啊 需要我们同学要注意的首先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要知道什么叫同余 第二个就是同余带来的性质是什么 当然了至于同余来讲 顾名思义嘛 那要有相同的余数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同余的定义 那就是两个整数A和B 如果被自然数M除有相同的余数 那么我们就称A和B关于M同余 对吧 举个例子比如说41除以5 以1 76除以5也于1 那我们就可以说41和76是关于5同余的 那么关于这种这个定义的叙数呢 我们还有一个纯粹的数写方式的写法 我们可以写作A然后三道杠 对吧 很像我们那个少先队那个三道杠 然后B阔弧MODM 那就是A和B关于M同余 这个读作模 模 OK那就是AB模M 那指的就是A和B关于M同余 当然了 这个种代数式的表达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呢并不要说同学们 必须在解析当中要去使用它 对吧 我们用相的语言叙述数也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自然有了同余之后 就会带来的是我们余数当中 最为重要的那个结论了 那就是如果两个数A和B 除以同一个数M 得到的余数相同 那么这两个数的差 就一定可以能够被M整除 对吧 那其实也很好理解 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41和76除以5 一个于1 另外一个除以5 也于1 那么你把这两个被除数做减法 那相当于X的余数 等于余数的X 1.1 那么相当于算完的X是0 自然这两个数的X 就能够被5整除了 所以对于同余来讲 它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结论 那就是两个数A和B 除以同一个数M 得到的余数相同 那么A和B的X 就一定可以能够关于M 一定可以能够 A和B的X 一定就能够被M整除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回顾的 是余数当中的最后一个内容了 那这个内容啊 可以说是中国整个的历史上当中 对于整个数学的发展当中啊 提出 做出了几个巨大的固件之一 那它就是我们的中国剩余定理了 那么对于中国剩余定理来讲的话呢 在大概2000年前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有我们的这个史料进行记载了 那么它又叫做韩信典兵或者是鬼谷算术 隔墙算术等等等等 那么对于这种题目来讲就是高层有一个数 它可能除以不同的几个数得到了不同的余数 问满足这个要求的数的最小值是多少 那么对于这样的题目来讲的话呢 在中国剩余定理当中 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办法来解决 但是在这里 大家老师要特别强调的就是 有一个办法是同学们一并必须要掌握的 它就是足极满足法 因为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 那么所有关于中国剩余定理的题目 我全部都可以通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当然了有一些特别的题目 我们可能采取下方式会决得更快一些 但是我用了足极满足法 我一定可以保证这个题我一定能做得了 只不过就是速度的快慢的问题而已 所以中国剩余定理当中的足极满足法 同学们必须要熟练掌握哦 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我们的余数问题 需要同学要掌握的相关的基础知识 主要就是这些 那么希望通过我们刚才的回顾和复习 能够帮同学们把这个脉络 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相关的题目 来巩固一下我们这些余数的相关知识吧 感谢观看